我們回顧本地零售相關 有個朋友問 為何本地的收租股和零售股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會否有一個重新估值的情況出現 長遠來說是否不再值得持有 因為他自己持有沙沙國際178 平均成本價是2.1 他說已經收息了 還持不持有呢? 當然,看法上不是特別樂觀 當然,畢竟你這刻香港都面對著一個新加坡疫情 附近的都比較嚴重 也看到很多限制措施在收緊 自然對這些零售相關的 一定有一個衝擊在 因為始終你沒有了馬斯堂食好 或者是人口的限聚在收緊也好 自然可能真的會少人一些 去相關的店鋪購物的個人因素 所以一定會偏利淡一點 但是你說的衝擊就是負面的效應 說真的,疫情都困擾了兩年 其實大家都有一定的適應 無論實際的 都是有一個適應 所以你看到沙沙這堆也好 或者其他本地零售相關也好 反而過去幾波疫情 其實你對比頭一兩波來算 其實對股價的負面反應已經慢慢是少了一些 那雖然我覺得暫時這刻來講 又不止說會令到 因為現在升一波 有一個再很大的下風險 除非這一波是搞得更加之久了 那些限制措施是持續地可能數月的 那就可能真的要重新去有一個評估 但是如果只是負面 可能是幾個星期短暫性來算 那我就不至於說一個很大很新的衝擊 但是當然了 你說沒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沒有一個很大的下風險也好 是不是等於迎來上升的價格呢 那始終我想都要負面真的長久一點 真的正正要等疫情真的慢慢有曙光了 那才是可以好一點 那還有以三三的股價 其實現在都一樣是壓下平均線的 那還有近這幾兩個月慢慢跌下跌下 其實都令到所有的軍政已經到序排回了 其實那個價格是頑皮的 那雖然如果你兩個一有貨 也收回息 那當然靠靠慢慢可能沒那麼高了 過成本價 那但是真的要一下子翻回你的股價 是否在樓上不是太容易 那但是我想這些位置呢 你可以看著兩個位置 一來如果你說比較差一點 真的跌穿了日前1.41 繼續走著一個跌浪的 那自然也是相對要做一些風險管理 可能減一下保安或者離一下牆 那但是如果141這位不穿 反而有機會因為跌得比較急 比較多之後呢 可能短期營起一些反彈 那你就彈高一點 考慮減一減 那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去到大概 1.58至1.6這些位置 我想可能考慮減一減房才會好一點 考慮減一減房才會好一點 考慮減一減房才會好一點 在家 kanske 400日裡 會不會被追求